月球呢,是地球的,最近的,太空邻居 也是地球唯一的天然卫星 它可能是在数十亿年前 当一颗火星大小的巨大物体 撞到地球的时候形成的 那个时候,我可是还没出生呢 因为这场灾难的缘故 整个把地球变成了一颗炙热的熔岩球 也将某些物质给硬生生地推入了轨道 形成了我们的月球 现在,这颗布满陨石坑的球体 绕着我们的星球运转着 并造成了全球的潮汐起伏 它比地球的四分之一还要再稍大一点 是太阳系中第五大的天然卫星哦 说到月亮呢,是有几个阶段过程的 例如说,星月、满月 或星月、上弦月和下弦月等等这些的 但是,无论月球是什么样的模样 你总是能在夜空中找得到它 有时候呢,甚至是连白天也能看得到它 但是,想象一下 如果你某天晚上醒来的时候 居然发现月亮看起来和平常有点不一样 变得更明亮、更大 这可能很难注意到 特别是当你半睡半醒的时候 于是你回到了床上,没发现到 其实啊,你看到的并不是月球 而是水星啦 若是近距离观察水星的话呢 那么我告诉你哦 这颗离太阳最近的行星,其实呢,是与我们的天然卫星很相似的 其表面呢,可是布满了太空岩石所留下的陨石坑呢 水星大约是地球的五分之二大尺寸 但它还是比月球稍大一点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若是水星变成我们的卫星的话 那么,这会对地球产生更大的影响 夜晚会更明亮,涨潮时会更高,退潮时也会更低 你觉得呢?更低?是的 卫星周期,就是月亮,或者说现在的水星 经历所有阶段的所需时间,会比之前短14小时哦 但总而言之就是,这种替换并不会对我们的地球造成任何严重的后果 那么,金星呢? 如果我们把我们熟悉的卫星给替换成天空中 仅次于太阳和月亮的第三量的自然天体的话 那么,会怎么样呢? 它通常被称为地球的姐妹行星 会这样说,那是因为它们的质量和大小几乎是相同的 若是如此的话呢 金星在我们的天空中会像阿波罗号太空人从月球表面上所看到的地球一样大 但是,这颗晨星会比月亮还要亮得多 首先,这颗星球反射的阳光会是月球的六倍之多 另外就是,它会占据至少16倍大的面积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地球上的夜晚会像黎明一样明亮 如果你观察金星的话 那么,你会发现在金星黄白色的云层中有模糊的漩涡图案 但是,金星呢,大概是不可能成为地球的卫星的 因为,这两颗行星很有可能会围绕着它们共同的执行运转 而这个轨道会有相当的偏行程度 就像我一样 但是如果,金星以现在的月球速度移动的话 那么,这两颗行星在不久的将来,那可是会相撞的哟 哦哦,好咯,让我们再换一次吧 如果天空中的卫星是火星而不是月球的话 那么,你肯定会发现的 即使就算是没有望远镜 你也能惊叹于它特殊的颜色 和其表面上的黑点的 但是,即使你没有看到这颗红色行星 你也还是会感到怪怪的 因为火星的大小是地球大小的一半 但是却比月球还要再大上好几倍之多 若是以一个体积大的多的天体来取代较小的月球的话 则会破坏地球原本唯妙的平衡哦 如果你很不幸,在火星取代月球的时候 你的人处在海边的话 那么,请务必尽快撤离 在火星的影响下,海洋会掀起巨浪呢 这些巨浪呢,会像最大的海啸那样子 扑向海岸线 火星反射的阳光也会比月球更多得多 所以啊,夜晚也会更加的明亮 陆地景观会有一种怪异的红色色调 透过望远镜,你可以欣赏到太阳系中最高的山 奥林匹斯山 火星还没有大到足以戏剧性地改变地球的轨道 但是,随着时间过去 这两颗行星呢,可能会开始围绕着对方运转 并且形成一个双星系统 而由于火星就在我们的旁边 所以呢,想要前往这颗星球旅行的话呢 将会成为可能发生的现实哦 好哦 现在呢,再来个大一点的吧 如果木星取代了月球的话 那么地球作为一个独立的行星将不复存在 它会立即变成太阳系中最大行星的另一颗卫星 这一转变中,唯一的正面性会是什么呢 人类可以看到令人敬畏的天空景观 这是因为木星比月球还要大上个好几十倍 那颗带有美丽条纹的巨型球体 会差不多覆盖住整个地平线 如果你有时间欣赏这个画面的话呢 那么你会看到黄色、褐色、红色和白色的云 漂浮在木星的大气层中 不幸的是呢,这颗气态巨星的引力 会立刻引起严重的地震、火山爆发和海啸等等的事情 地球的地脉和地壳也会被吸引到木星上 而这会使地球分裂开来 它会被巨大的力量拉伸并压缩 其表面会前后突出91多公尺 不幸的是,地球只具有要停留在木星轨道所需要速度的10% 所以呢,我们缓慢的星球会在一天内撞向这颗巨大的气态星球 这听起来可不太愉快 所以还是别这样吧 现在呢,如果说是土星取代了月球了的话 那么整体的景象肯定值得好好观赏一下 说到这颗行星 那可是比我们的卫星还要再大个35倍 而这就意味着这颗巨大的金色球体 将会覆盖地球天空的18度之多 它的光环呢,也会延伸得更远 从一端的地平线延伸到另一端的地平线 嘿,如果你喜欢它,不如帮它戴上个戒指吧 地球会比土星的卫星土位似 距离土星的距离还要再稍微远一点 由于土星是比我们的行星更加强大的 所以地球会变成它的卫星 而不是它变成我们的卫星 可惜呀 地球的转速无法跟得上 因此,我们极有可能在一到两天之内 便会撞向这颗比我们还大得多的行星咯 但是,在我们在土星大气层中燃烧起来之前 我们得先穿过它那壮观的光环 其光环乃是由卫星、小行星和碎裂的卫星等等 所共同组成的 想要穿越这些太空碎片呢 那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哦 另外啊,我们的行星还得避开土星的卫星 它的卫星一共有53颗呢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半途撞毁 而是变成了土星的第54颗卫星呢 那么,这颗气态巨星的引力 将导致全球大规模的构造改变 并将地球的地壳给撕成碎片 直到什么都不剩 嗯,这结局实在也不太好啦 天王星和海王星都是冰巨星 这两颗行星在尺寸上是大小相同的 都比地球大 但是比土星和木星还要来得小哦 它们都有冰冷的内部 深厚的大气层 和相似的非常漂亮的蓝绿色 如果说这两颗行星中的任何一颗 一旦取代了月球的话 那么,其结果将会是一样的 所以呢,咱们来抛个硬币决定吧 好吧,假设在某天 你在天空中看到了海王星 海王星比月球还要大14倍 这颗行星在天空中看起来呢 就像一个亮蓝色的热气球那样 不仅晚上如此 白天也是如此哦 它看起来会比太阳还要大15倍 如果其他一切都保持不变的话 那么,日时大概会持续好一段时间 而当太阳消失在海王星的边缘 我们的地球将会陷入完全黑暗的状态 至少有一个半小时以上呢 海王星的质量是地球质量的17倍之多 其引力呢,比地球还要大得多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地球 最终会成为它的一颗卫星 是的,我们会再度成为卫星 并在距离海王星最大的卫星 海卫一略远的位置 绕海王星运行 对了,地球与这颗太空天体 发生碰撞的机会也很大哦 但若我们假设我们够幸运 没有与海王星卫星相撞 但是即便是如此 我们还是有很多问题得要好好面对 首先是地球上的潮汐呢 会比原本月球所引起的潮汐 还要再更强个1000倍之多 海王星的引力 虽然不会将地球给撕裂 但是会使地球升温 地质活动会增加 从而引发地震和火山爆发 也许还会毁了网络呢